好 今天對你來關心的是 打草房這一次又再度祭出重手 有好還是沒好呢 這次祭出什麼重手呢 房地合一稅 房地合一稅現在一年內 你若是買家有賺錢 抽四十五百金戶 那現在呢 這個一年要變成兩年 本來呢 一年到兩年 抽三十五百 現在變成 兩年到五年要抽三十五百 所以房地合一稅加重了 但是很多人在討論的 囤房稅突然喊咖 財政部長說了原因 他說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不能課囤房稅 課了囤房稅呢 會轉嫁給租足 那房租可能會變貴 哎呀 此話一出讓網友更火大 我們來看新祭出的打草房政策 所以今天政府在提出了 所得稅法的修正 就是要用稅制改革的這個政策工具 來抑制炒房 對於短買短賣 短進短出的投機行為 要有效的遏止 所以把旗艦延長了 把稅額增加了 我們希望從各種有效的方法 遏止不當投機 炒作方式 避免人民增加負擔 讓國民的辛苦努力 能夠早日獲得 遮風避雨的住所 政府的政策是打草房 不是打房 政府的政策是要打有效 而不是打高空 好 到底有效不效 我們現在再說 到底這一次的 房地合一稅改了什麼 好 那這次的房地合一2.0版 有兩個確定 兩個不確定 那兩個確定 第一個確定就是 本來45%的一個 一年改成兩年 這已經確定了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確定就是 本來法人是那個漏洞 這次把他堵住了 法人本來只割20% 對 現在法人跟個人一樣 現在法人也要45%了 對 這兩個確定了 那兩個不確定呢 現在還在猶豫呢 是第一個時間差 到底日出條款是從今年開始 還是明年開始 這第一個 有人說可能追溯到2016年 那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從2022才開始 對 這個還沒有確定 那第二個沒有確定 就是第二級數的35% 35%到底是從本來的2年 改成3年 改成4年 改成現在大家說5年 這還沒有確定 那可能3年4年的機會蠻大的 所以現在就是這兩個已經確定了 還有兩個沒有確定 還有一個在炒 叫囤房稅 為什麼不割囤房稅 現在還在炒 有效不效 這補有效不效 房地合約稅加總 我覺得囤房稅的影響力會比較大 囤房稅影響比較大 對 然後 那為什麼不敢科囤房稅 我覺得那個是 不是就是要打炒房嗎 沒有我覺得它去年4個政策 已經讓這些投機的 投資的都已經慢慢退場了 因為我們看到去年其實整個 在整個預售的個案裡面 其實佔投資客的部分 佔差不多10%到20%而已 頂多是這樣而已 它並沒有到全部 那這個會慢慢遞檢 政府在做超前部署 所以我覺得它的用的政策 都是可以被支持的 因為房價已經是在持穩下來 但是你說這個 會讓它掉的機會 我認為蛋黃區是不會 因為持有的壓力是 所以房價不會跌 對 蛋白區會跌 蛋白會跌 對 但蛋黃會在持品 為什麼 主要是蛋黃 它過去幾年它是沒有漲的 所以並沒有說 去年所講的它是積犬升天 它大概是 你看好久也不知道 它是沒有回到四五年前的價格 這個是都在很多市場例子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當持有者 他沒有壓力的時候 他就不急著要建價來賣房 這是市場的現況 為什麼不退囤房稅 跟選舉有關嗎 蘇貞昌有特別說 這個不是打房 是打草房 他有特別說 就囤房稅是持有稅 沒有 你要算計了 沒有 你先聽我說 打草房是交易稅 就是說本來是一年內 現在沒有兩年內 其他可能是三四年內 所以主要是要 短線投機交易的這個部分 沒有啦 其實怕擴大打擊面 影響選票 沒有啦 沒有啦 你不要 不過說政策的本質就是交易 交易才有課稅 那只是說是他限定是短期內的交易 他就要加稅啦 好 來 憲哥 我覺得這次打了過頭了 打過頭了嗎 對 如果真的是對症下藥的話 應該打囤房稅 因為你囤房你六戶以上來打嘛 對啊 你一個人說什麼 就以前你說一個腳踏而已 對不對 你一個人一枚就三小六小 你睡到一個要做什麼呢 所以你六戶以上 你講下去就沒事 第一就是法人 因為法人以前只有分離科 所以百分之二十嘛 我一個朋友成立一家主任公司 三十戶 這才是啊 三十戶喔 對啊 三十戶 你老婆生在一個公司做房東啊 所以你打法人是對的 應該打囤房 我為什麼說這一次用力過猛 因為他的反作用力會出來 我們說這個 去年所有賣的都27倍到35倍 都是剛性需求年輕人 那個高科技的所謂的新貴 我現在為足科 你給他公司釣魚中科 我會買啊 我中科也釣魚南科 我會買啊 你現在一年給他割45倍 兩年 現在說五年 我死了 我如果離開的時候 我不會可以買 欸 做事我很不方便耶 他們那是最好年 以前是買房男 這個意思是說 你如果去台積電上班 你會不會離開啦 沒有 你現在買房男 然後養房更難 現在賣房子更難 所以他的反作用力在年輕人 他這個如果是短期 非自願性的離職或調職或失業 他是不課的 這個是不課的 這個是可以聲明的 這個是不會打到的 所以就變成說你有錢的人來講 他買房子 你看台北市買豪宅的 零分的不被貸款 那錢哪裡來 那錢太多 但是年輕人來講的話 他的所得不足 但是我們看說 那你不是所得明年 要近年度 可能會每人 人均所得可能超過三萬 那是因為有錢 變成是要從貧貧貧貧貧去解 就是說最高5%的人 他的所得反而高 但這些有沒有提高 也沒有提高 所以他買房越來越痛苦 所以一個問題是這樣 囤房稅跟房地合余稅 他最大的缺點是你房地合余稅 你不管是45% 35%往後延多少 他的後遺症是 你沒有伸縮彈性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香港的那個跟新加坡 不是印花稅嗎 他最高是20%然後累退 那我可以給你一年或兩年 然後就截止 就像我們原來不是奢侈稅 對 2011 14 2016 然後他這個沒有截止 他是往後 對 然後2016就是銜接那個 房地合余稅 所以我們應該說 持有稅 這個多戶的讓它提高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它是轉價 那是好低段台北市等等 那其他地方該跌還跌 他的基本問題是市場 本來就超過共機 還有問題 你最近這幾年推案量 一兩兆 一兩兆 你看銷售率 以北台灣來講 平均48% 所以新存物有多少 你再去看看一本雜誌所寫的 你在大海新市政 基本上民國99年完工的 沒有賣出去還有 還有將來的都市更新 微老重建 將來量是很大的 然後人口再下降 所以不要以族科中科南科的模式 來看六都或全國 都是會漲那種情形 好 所以我們東位要來討論 到底是會因此轉價 反而助長房價 還是會讓投資客趕快下車 出現拋售潮 讓房價下跌呢 這個部分我們東位再來討論 但是既出房地合余稅2.0 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對 這個2.0這個稅 因為它短期要打草房 這個稅的部分 我們剛才其實我支持這個 剛剛我們顏總的這個說法 這個囤房稅 對房市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因為這個造成什麼 造成都更有些影響 因為很多土地大的人 他都更之後對不對 我就分很多房子 你現在算我囤房 我時常要都更 所以他會停下來 第二個囤房稅就是說 剛才也提到的 所以豪宅的價格沒上來是 我旁邊就很多人 老爸你先把我20年的這個管理費 跟房屋稅通通給我繳完 否則我不會賣 為什麼 因為我買起來 那個費用很高 那老爸說 又買我的名字在囤房 那這樣怎麼可以 所以豪宅因為這個 因為房地合一稅 還有包括他的持有稅已經增加 剛才講的囤房稅是持有稅 持有稅是20年30年 沒有變少的 所以這個稅會變 它會造成現在房市其實穩住的 上不來的一個地方 但是對於那些炒作過頭 就是打炒房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主力現在會打到哪裡 我們很清楚 可能會打到所謂的 台南跟台中這些地方 為什麼 因為短期進出很多 其實我自己在看 我在線上看 就是為什麼一個建案出來 不到三個月後 一個月就賣光 怎麼會那麼多 買的決定這麼快 所以當然裡面 有很多的是投資買盤 但對建商來講 或代價來講 我短期三個月六個月賣掉 多開心多重要 才可以去下一塊地 可是問題是會造成很多 在決策上稍微賣一點的 這個真正的買方 會覺得 哇 怎麼又變高了 然後他買了再賣給你要再加價 他很不開心 那你政府都不管一管 所以這件事情在投資 短期的投資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要管一管的 那現在到底市場 有沒有很多投資科技的下車 因為我看到媒體說 有投資客一丟丟七間 三十間現在搶賣 還說呢 只要賺二十萬到四十萬 他就下車了 有這種情況嗎 有 有 有 非常明顯 有這種情況 非常明顯 在台中 在台南 這種狀況非常明顯 就是在交屋前趕快賣 因為交屋前還是在換約階段 還在換約階段 他並沒有實質上登記進去 一旦登記進去 第一年就四十五% 所以他我現在能下車 我賺三十四十 你不然到時候 我賺了四十萬 再課四十五% 我賺四十萬 再課四十五% 那還得了 所以本來預期交之後 賺一百萬的 沒有 現在還沒交屋 沒有 賺五十萬先下車 確實有投資客搶下車 非常多 好 來 亮亮 但是這一招 韓國也用過 有什麼韓國沒效 韓國比我們還高 它一年內如果短線交易 它的利得稅是七十% 驚訝七十% 兩年是六十% 而且它還科持有稅 持有稅的最高稅率 從三點二提高到六% 我現在講的都是去年六月公佈的 去年六月 那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是持有多個房屋的所有人 還有用出租本業的公司 它印花稅加12% 所以它打擊面很大 很廣 比我們還廣 短線進出的要打 屯方的要打 通通打 但是問題是 首爾的房價越打越高 漲了五十二% 公寓 其實這裡面分兩部分 一個是公寓的購買 一個是公寓的出租 那顯然有很多人 就轉價給租客 他就立刻轉價給租客 所以租金就立刻上漲 還有另外一個聽說 這韓國人自己講的 所以造成了短線的恐慌性的購買 就大家就急著 搶買 因為它有日出條款 就從什麼時候起算 結果大家就搶在那之前買 因為它這個是去年六月公佈 那現在才三月 今年三月 所以就造成大量的錢 就搶進來買 所以在台灣會不會有搶買潮 還是會轉價 還是會拋售 到底會怎樣 因為我們也有日出條款 只是現在日出的時間 是要回溯到二零一六呢 還是要從二零二二開始 現在還沒有確定 會不會有搶賣 還是搶賣 黃帝何一歲 其實在從二零一六年 到現在之後已經是習慣了 關係關係 對 你有沒有看到有什麼搶購 當然市場在往下走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搶購 所以我們也不會像韓國那樣 是會造成搶購或者暴漲 這個情況 因為剛剛的韓國這些稅制 或者是一些課稅裡面 是比台灣嚴重 但是我覺得過去的四年 沒有看到情況 未來也不會 有一個情況說 為什麼講說 台灣這個房價它不會掉 因為這個是 從市場上面去了解的時候 知道說 它都開得很高 它會比較不動 第一個資金取得很容易 第二個就是說 台北市的土地 地上權的土地 賣到所有權 這台北市沒有地的 所以能夠進到台北市裡面 即包括是舊的 它都是要開到一個 跟新的房子完工 一模一樣價錢 它完全是代價而估 所以我說這個是量少的地方 它完全是撐住的 不會因為你有什麼政策 然後蛋白區的東西 是因為量大 剛剛這個葉兄也講過 量很大 所以它的炒作 就比較有機會 所以炒作是你量大說 我能夠進有出 有的那個需求 現在整個市場去的是 是集中在蛋白區 所以蛋白區 要買的人坐 所以它有比較有炒作工錢 我先買下來 我先買了 你總是你需要我再賣給你 而且買這個東西 只要你看到 只要它是我們講南科足科的是 是台北部分 只要它的年薪是在一百萬的話 其實它都養了起一千萬 我說南部 都把它算過 它養了一千萬的房子 是很輕鬆平常的 而且它只要三年內沒有買房子 它存到的自備管是夠的 所以這類行李是不會受影響 政府這個政策 其實我們覺得都是在超前部署 而且它對於剛性之用的 這個市場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不會搶買 不會 那會不會搶賣 會不會有拋售場 假設童房稅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不用童房稅 這個時候會搶賣 現在的房地合一稅會不會 也不會那麼快的彰顯出來 會搶賣的話 可能是在蛋白區的部分 量很大 它就是在那邊投資 就是可能那個金額 都是比蛋黃區的還少 所以假如少的話 它會想要買出來賺到錢 要賣 所以它有賣的壓力 因為它不知道下一次的動作 是不是政府會有 在童房稅出來 童房稅出來的話 那個是我認為是重傷 童房稅出來是重傷 因為通常稅 它假如那個稅率是要拉到 從你從3%拉到6%的話 或者2%到4% 你想說 黃利合一罪 我們拿去租人家的話 現在大概是1.9不到2% 但是像憲哥說的 就是6戶以上的再來科 我們台灣覺得 那麼多人都6戶以上 當初也是當初 那要好給的人 所以3戶以上 所以我是覺得 假如你是在那個蛋白區的話 那些房子對你來講 其實影響也不大 出租 因為你的租金的收益 不足以應付它要抽了稅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會產生拋貨的 蛋白區有可能會拋售 再回溯到我前面來這邊 上過節目 我說這個不是一個投資的 黃利產的年代 這個時候利率很低 是不適合投資黃貸 因為它 利率雖然很低 但不是適合投資的時候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現在的錢裡面 什麼地方可以讓錢 能夠快速進出 而且那個殖利率 比你放定存好 夠期啊 對啊 所以它金出來 它是像大海一樣 可以納你多少錢 你有幾億十億百億 我都可以吸收啊 可是黃利產你要有人接手啊 要熱嘛 現在最熱的地方 是在蛋白區會熱嘛 所以那個燈水它會快嘛 但是那個賺的話 現在大概賺 剛才我講說賺10萬 20萬就跑了 你賺了20萬後 賺了40萬跑了 然後你還賺45% 你怎麼還賺不可以 所以它 因為沒有很多人參與這個市場 所以它不會熱 也不會漲 那現在會在蛋白區 是因為 不會轉價 但是蛋黃區也不會拋售 但蛋白區就有拋售的可能 你量大地方 你要轉價是很難的 因為它有很多的供給 會有替代 你要轉價我不會轉價啊 OK 我覺得我接著這個 袁總 袁總 就是季節性清倉大拍賣 所有的建商趕快 你們快來買喔 因為買來明年買 政府就要課稅了 那今年底 2021年以前年底買的 就不課稅 不是季節性大搶購嗎 所以這個話不能講 很顯然的 但我也認為不應該講 因為講完真的 大家所有建商 到年底大家還可以一波來操作 把它操作完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部分如果說台中台南 因為它話題性十足 所以現在所有的價錢 跟量都推在那邊 你看台北市 是否運氣到不是這樣 夠夠多好 台北市